回顧一下,我想上個禮拜是講到有關數學統計相關函數 最後有講到一個例子是大樂透的下載 有沒有,還記得吧,那大樂透下載 Google大樂透歷史就會找到全部1到48頁 那你可以一鍵完成所有的下載的話,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大概分成幾個階段,所以如果你忘記的話 我們在雲端白板裡面 就可以看到有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我們的雲端白板,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稱為雲端講義啦 其實我們做完之後啊,我就把它,該截圖的都把它截圖了 所以呢,你Google然後連結進來之後 那當然首先第一個是用那個所謂的錄製聚集 先產生你必要的程式嘛 那當然這個錄製聚集,其實也是 VBA的一個很大的特色,因為其實 其他的程式語言呢,他沒有所謂的錄製聚集 你程式不會寫就不會寫了 那可是在Excel他還蠻貼心的 他可以怎麼樣,你不會寫沒關係 我可以幫你錄下來 錄完之後呢 你可以自己再針對你可能程式裡面要的內容 去做一些變更 比如說我是給他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裡面呢,只有一個地方會改變 這個1有沒有 那我可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那個 寫一個回圈 產生一個i的變數 然後這個變數呢 去變動什麼 變動這個數字就好了 1到48 所以呢,我們其實 還有印象吧 4i等於1到48 對不對 第二個是 我的Distination這邊有沒有 最後我要把 從網路上下載的資料 他預設是A1 可是呢,如果你第一次是A1沒有錯啦 可是你第二次一定是在 第一頁的最下面加1嘛 所以你可能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 如果第一次下載的話 那就下載到A1 可是之後的話就下載到 這個範圍的最下面加1 所以有兩個重點 那這個當然呢 你可以 在底下這邊有個P次 有沒有 所以我把上面的程式碼 改幾個地方 包含就是 改成P次的 for i 等於1到48 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話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是什麼呢 如果是第一次的話 那所謂第一次就是 Range A1 如果裡面是沒有東西的話 其實或者是這個邏輯 你也可以改成什麼 如果 i 等於1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i 等於1的話 表示是第一次下載 那第一次下載的話呢 R 就等於1 也就是說從 A1 將來的話 這個R 有沒有 你可以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邊來串接 有沒有 and R 那就是 A A1 如果在後面的話呢 就是用什麼呢 用向下追蹤 這個還有印象嗎 向下追蹤之後 把它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的下一列才對 因為在下一列才是空白 空白列 所以呢就把這個東西放在這邊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 我們要變動的 那你可以串一個i 串在這裡 大概就是幾個地方 改變一下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程式的複製 如果你忘記的話 最後再做一個自動調整 另外呢 還有所謂刪除那個不要的列 所謂的刪除不要列是 因為 每一次下載都會有橫向 一個欄名嗎 再橫向一個欄名 然後有很多多的 那怎麼辦 你可以寫一個刪除列 OK 那刪除列的方法 之前有講過了 所以大概提一下 後來有同學就問 好像 類似的 就是說 他需要刪除 是 他那個工作表裡面的空白列 不過好像試了一下 不是很OK 後來我就幫他改寫了一下 其實其實也沒有很困難 主要是用到一個叫 ROS的物件 ROS的物件 括弧裡面 就告訴他哪一列 點Delete就是刪掉 所以這裡我有一個回圈 就是 從 最後面一列 到第2列 Step-1 就是倒過來 去查一下 如果是 A欄裡面 假設是 等於 日期的話 然後把那一列給刪掉 好 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他會一直往上 找 日期找到了刪掉 喔 日期刪掉 OK那這樣的話呢 所有只要有多餘的那個這個日期的欄 有沒有 全部都幫我刪掉了 最後再做資料剖析 最後呢 再把 所有的東西都把它統整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 Core刪除 列 資料剖析 再自動調整欄寬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變成像 這邊 新增一個工作表吧 然後在 開發人員裡面的 聚齊吧 裡面就會有一個P4下載 P4大樂透下載 那你按執行的話 他就會怎麼樣 自動幫你做完剛剛所有的事情 包含1到48 的 那個資料 下載完 然後 刪除不要的 不要的那些欄名 然後最後的話 幫我資料剖析 剖析完之後的話呢 那就是自動調整欄寬 所以做完你會發現 從 2017年的 7月 剛好是前天的 開獎也開出來了 有沒有 而且特別號 後面有 總共6個號碼 那底下的話呢 Ctrl向下 你會發現到 到2014年的1月5號 全部的號碼都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要用那個 統計吧 前面我們有抗議服加抗承 你要統計 這些1到49號 哪個號碼開出來最多的話 其實你可以利用這個資料 馬上就可以 有一個結果了 那這個資料我想應該是 應該應該是沒有問題 然後網路上面這個是開放資料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是上上禮拜 我們提到的 如果你有些忘記的話 建議回去再看一下 OK 那今天的話我們要接著繼續來看有關那個 檢視與參照的函數 那今天的話是講第一個這個 檢視與參照這個練習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幾個 包含就是說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打開這個檢視與參照練習 然後呢 切到第一個 這個lookup的這個 這個工作表 那特別注意 這個工作表有分成左邊跟右邊 左邊的部分呢 實際上 就是一個 所謂的資料來源 那這個資料來源 其實就跟資料庫的概念很像 資料庫裡面會有資料表 這table嘛 那table裡面的話會有欄位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感覺跟那個 資料庫的概念是一樣的 它每一欄 上面是欄名 下面的話是它的第幾筆資料 所以呢基本上 就分成有五個欄位 五個欄位裡面的話呢 總共有 總共八筆資料 那我希望怎麼樣 幫我 那右邊的話呢 是查詢界面 查什麼呢 如果我希望 假設我這邊輸入005 它自動幫我把005以外的 這四個資料 本來是橫向的 幫我把它變成縱向的 放在這裡 方法呢 很多 其實在這裡有哪些函數可以做到呢 插入函數裡面 其實好幾個方法 請接到所謂的檢視與參照 那這個地方的話當然用最多的 V入函數我想 大部分應該用過了 OK 那這個函數呢 基本上 跟那個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有點像是在 Excel裡面 幫你完成 就是有關關聯式資料庫 關聯有沒有 把 你要查的一定是key key的話一定是編號 比如說查key 查編號 那所以V多元數一定只能查第一欄 把你查到的結果的其他資料 帶到哪裡來 OK 所以你這個地方的話可以用V多元數 或者是說呢 Lookup 可不可以 Index 可不可以 可以 還有像 Obset 或者是說 Indirect 所以後面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 利用 這相關的 檢視與參照的函數 來達到我們要查詢資料的目的 那有點像是資料庫裡面把 其他的資料 帶到另外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 上 這個上課的方便了 所以把它分成左邊跟右邊 左邊右邊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 他後面還可以用VBA來完成 其實VBA也可以用比對的方法 那其實VBA寫法是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這個對不對 那邏輯你可以for i 等於3到10 如果 什麼呢 A欄裡面的這個資料 跟這個資料是相等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它其他的欄的資料 比如說005對 把它其他的這4個資料 一個一個的搬到哪裡呢 搬到指定的位置 搬過來 VBA怎麼寫 可以 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這些都OK的話 我想將來你在處理資料上 應該會更得心應手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LOOKUP盤數 按確定 那如果說我要 查詢 我用預設的引述好了 他會問你3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LOOKUP value 指的是你要查什麼 LOOKUP value 查005 第二個是LOOKUP Vector 指的是 你要查的這個編號在哪個範圍 所以你要給一個範圍 就是編號 OK 他會去在裡面查005 查到之後的話 Result Vector 指的是 那你要把哪一個範圍裡面的相同位置 帶回來 相同位置 所以我們要把姓名裡面 相同位置 那就劉宏君 幫我帶過來 就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劉宏君就帶過來 當然底下的資料的話 一樣你可以把 這個公式複製之後取消一下 切到這邊呢 再把它貼上 把這個 前面一樣 一樣是找這個 一樣是找這個範圍 可是我要找 找回來的是在總銷量 所以總銷量選一下 打購一下 總銷量帶過來 那這邊一樣貼了 不過這裡的話 比較麻煩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說老師那可不可以直接向下拖拉 馬上可以完成 那這個當然他沒有辦法 可是如果你用V路函數就可以 不過V路函數的話怎麼做 等一下再看 OK那最後把這個稍微置中一下 第一個請各位利用LOOKUP來做 那第二個的話 可能後面你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這個也許是改用V路函數 然後呢再改什麼呢 改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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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各位 應該也有 聽過啦 不知道沒用過 再來的話你可以用什麼 offset 然後再來就是 用那個 indirect 最後的話呢 再一個 VBA 那我剛剛都是用拖拉按 Ctrl鍵 它可以複製 工作表 也就是說 一樣的範例 但是請你 利用不同的 這個 函數 還有VBA 看把 結果做出來 主要是練習這些函數 因為這些函數未來都可能在不同的範例裡面會用到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利用同樣一個範例 不同的函數呢 請各位試做看看 稍微了解一下 這些檢視的函數 他怎麼樣幫我們去把需要的資料抓回來 那不同的函數雖然都可以做到一樣的結果 但是呢 他其實有不同的特性喔 所以你可以針對不同的特性喔 當你可能 在不同的情況下啦 可能用 就是哪一個函數來解決問題最好 那這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另外呢 還是有一些地方 可能 資料量多 或者是說 複雜性高的話 那如果假設你希望呢 把它改成 VBA的 的 這種查詢方式怎麼做 我想 總共後面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 總共五個函數 再加VBA 分別把 剛剛講的這部分 先完成 謝謝